有一個星期的雙贏對話 繼續在我們的朋友圈子裡找朋友聊天 我和Anson就是主持人 Anson 你好 你好 文仔 我們共同的其中一個圈子活躍 就是叫做烈志民的早餐會 發生在烈志民但是在大溫地區 今天我們這位嘉賓也是元祖級 是的 超過一年 我們這裡兩周年紀念 起碼超過一年 由我介紹你 你介紹吧 我問一個問題 這個朋友是 誰不需要他 這個是會計師 我簡單的 這個是會計師來的 CBA 在文井你角度 會計師做什麼 當然是報稅 最重要 報稅 我形容是做數的 他做了一個很漂亮的 財務報告 主要是給CRA 我想上 不過原來我認識Raymond 原來不僅是一個會計師 原來不單單是一個 我認識的會計師 我孤陋寡文 所以我只知道報稅 好像大家的想法 我也是這樣 第一樣 第一樣 其實後面有十樣東西 都要找他 是的 但原來他的工作 不單是我們做數 那麼簡單 一會兒我們訪問他 多一點資料 你就會了解 Raymond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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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 Amson 你好 文井 你好 我們先熱熱一下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 都是想讓大家知道 在加拿大 尤其是2024年 在加拿大 溫哥華生活的情況 對你來說 一定不是新的 因為其實我們有些朋友 可能來一兩年 你應該是以雙位數計算 是的 20年以上 是的 說一下你和加拿大的關係 如何出出入入 初初是很小 很小 十六歲 十六歲 其實是初初 為什麼會來呢 其實就是 雖然說是 跟父母來移民 嗯 但是其實是 我來之前的幾年 就是來這裡旅行 OK 來這裡旅行第一次 然後我就 就在 Metro Town附近住 就是住我舅父那裡 十幾歲那時候 是的 小學 五年級 OK 然後就來玩 然後就跟我媽媽說 童而無忌 就是說 很喜歡加拿大這裡 就是溫哥華 其實 但是我當時認知只有加拿大 OK 溫哥華就是加拿大 然後那些東西很大 就是那些 那些 我記得火腿通粉 是 大到是 吃不完 那時候的認知很震撼 給香港的那個份量 然後那個天氣又好 因為是夏天來 OK 然後就 哈哈 然後就 還有我們 有空的時候 就會走過Metro Town 是 然後就 那個 魔王是超級大 是 那就去 去玩具反兜城 是 那時候的認知 玩具反兜城 又是跟香港那個 是很不一樣 對 然後又在那裡打遊戲 所以很多東西 我就覺得很棒 還有我本身怕熱 是 變成了整個天氣 我就覺得很舒服 整個夏天 所以我就跟媽媽說 很喜歡來這裡 是 就是希望在那裡來生活 那時候我記得這件事 之後就真的搞移民 就是因為你 對 可能是 是 你是不是獨子 不是 三兄弟 我是排第二 OK 我可能是一個催化劑 因為我媽媽家人都在那裡 很多 就是舅父 幾個舅父 可能是一個催化劑 然後就搞了 最後就來了 加拿大 99年 但你一來就是倫庫巴還是 一來就是倫庫巴 是的 因為都 我們那時候那些移民政策 就是沒有什麼Stream A B 那麼簡單 那些是 企業移民 就是 我爸爸就在那裡創業的 就是開一間公司 就不是start visa 那些的 就是純粹是做一個生意 那就可以來的 那我們就在那裡了 但我知道 我聽聞你有一段時間 不是在BC省的 是嗎 是 直接就是博國一段 還是怎樣 就是一邊讀書 一邊長大 是的 那時候就一邊長大 就去讀Saurant Phaser Saurant Phaser 那時候 我是打算做些不同的事情 雖然我頭兩年就在Langera 是 那就讀高分 高分就入了SFU的雙科 BBA 但是在那裡想 那時候是 無論現在也是 當我們大家都是大學畢業 拿著一張CV 香港叫CV 我們這裏的Resume 嗯 跟外面的人困的時候 究竟有什麼不同呢 為什麼要請大家都是大學畢業的時候 是不是只是鬥分呢 現在鬥分 大家都很高分 沒錯 就是鬥分 我又不是很想鬥分 於是就變了 我會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在大學或者大專的期間已經 玩過不同的事情 例如廣播 做過義工 做學生會 我在SFU裡面 其中一個華人 講廣東話 學生會的會長 搞很多活動 然後就 想著又會試試一些合作 實際上我建議是 即使現在來的 一些人來到加拿大 他的子女讀書 你都要建議他們做合作 這個是一定要做 就是整個合作 對 還有他們的經驗不同 在合作是比較容易競爭 因為大家的層級都一樣 都預料你不認識 請的都是預料你不認識 而你是求職者的班 全部都是學生 不同你畢業之後 你對著求職者 可能是十年經驗 差一個很普通的位置 是 因為我現在請個人 我就知道 有些可以十幾年經驗 可以去進入一個很低 初級的部門 我覺得很奇怪 不過其實是這樣 所以在合作來講 就比較容易競爭 所以那時候我想 就算一個合作的話 我打算做一些 國際合作的合作 即是去一些不同的地方 看看不同的事情 剛巧我就看到一個 叫做Fort McMurray的報告 我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那時候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直接接受 我之後就是石油公司 石油公司 我就接受接受 接著之後就 過了 但那時候是co-op來的? 是co-op來的 那時候是co-op 是PC省的 那個co-op 剛才公司不是PC省 但是職業是 職業是在SFU上發出 co-op 它是全加拿大發出 即是發送你過去 對,發送我們過去 噢 我們就做了個封閉 接著就interview 接著就 其實一閉完之後 我就知道它聘請我了 因為他們那時候的口氣 嗯嗯 結果就聘請了 那聘請了 就是 就送我過去的 即是有飛機 又包了 什麼都包了 那時候還有學生 對 那時候學生 說錢的 co-op那裡是 是 三千元 每月 嘩 現在都找不到 對 即是我們找不到 哈哈 三千元 每月 即是二千元 然後它還要包住 對 是 認住那間名字 大家的學生聽到 對 一般來的石油公司是這樣的 那整個公司可能真的賺很多錢 是的 然後我們去了那裡 就在那裡 有八個月的term 然後它就延了 延了四個月 即是還未畢業的 還未畢業的 那我特意停了 就是停學 其實co-op就是這樣 你是做一年或者兩年 做完之後回去讀 就畢業了 所以我一直一直一直做事 一直一直做co-op 嗯 當然Fort Matt這份不是第一份 但這份就很特別 那就飛了過去 那就在那裡生活 只有一個 同一個roommate 住一個apartment 嗯 接著就 最慘就是 下雪而已 是 因為沒有車 那時候就飛過 就不會特意開車 你是在Edmonton Kalgary還是在哪裡 Fort Matt Murray 即是在Edmonton 開車北上五個小時 哇 還要五個小時 為什麼這樣跳一跳 當年幾年 當年是 99-2000年 如果去Fort Matt 就是08年 08年和2024年的 那份某年 是否一樣 又不是 哦 真的有進步 如果現在還是鎮仔 驚驚驚驚驚 我去那時候已經好了很多 OK 當然去到2010年更好 但那時候就有個 我們叫Extra Food 即是Superstore旗下的一個公司 我們要走15分鐘去買菜 然後抬東西回來 對 夏天是沒有問題的 冬天才買東西 零下三十幾 你沒有開車嗎 沒有 那時候 八個月而已我沒有 哦 但那時候有車牌嗎 有車牌 那時候有車牌 那時候有車牌 但他這樣送我們過去 我又沒有想太多 那是因為公司不對 你給了這麼多錢 你應該給了一部車 給了一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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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 起碼這部車是自己開的 又不用為了自己 是啊 那沒有 那時候就免費 免費駕駛這麼遠 駕駛過去 人七六八十 那時候還是小 然後就變了 在那裏就要每個星期間 就去買菜 買了一個星期菜 然後就回來自己煮飯 OK 那就由八個月到十二個月 然後就回來 沒有回來 回來 有回來 因為他其實有馬上給我 如果我留下 但我還要讀完才行 因為我讀會計 和讀創業 那創業那裏要另外讀多四科 所以我要回來讀了那四科 我才離開 那我就回來了 但我一回來 因為我是九月回來的 九月回來就開學了 但是我又在十二月到十一十二月 我收到我的團隊 即是以前工作 在石油公司工作的團隊 他叫我回來 是 搞個年結 因為原來接手 我的聯結 是不行的 就搞不定 然後我還要特地去申請寫信給那些職員 就說要申請一個禮拜 要拯救那間公司 是的 然後就由一月二日 他又飛我過去 飛我過去 我今次住我 我團隊的家 然後就做了一個多禮拜 我就離開 是的 然後之後 之後 之後 我也還沒有提出 因為那時候 我失去了一個機會 因為我特地放棄了一個機會 但是之後 即是四月就畢業了 那我三月幾去看看 看看公司的posting 沒有啊 沒有posting 大件事 那我又懶 我真的問他 喂 有沒有工作 然後之後 就在我考 我最記得 考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然後我去查郵件 我收到一份審訊 即是在考試之前 是嗎 即是不用考 是的 我還考不考 不是那張沙子 是否重要呢 已經不重要了 已經不重要了 那是我發郵郵件 三月幾到四月 那段期間 我團隊沒有跟我回覆我 任何一句話 我以為真的糟糕了 所以重新來講 OK 結果他還是要付出 但是我就跟她說可不可以遲,我就跟她聊,反正有東西拿,我就說不如9月才開工 你4月等到你9月? 不是,開天煞餃,一個月都說而已 然後說不行,不可能,最後是6月,都去到6月20日,一人一半,6月21日 那我就去了旅行,回去探望阿嬤,回香港,到處走 都是說數字嘛,你說9月,8月,7月,6月這樣移一移 其實她心中打算5月就開,被人家賺了6月很棒 結果就飛去2010年,我這次又開車了,帶了家葬 權力在那裡留在那裡 因為那時候想起是5年計劃,我那時候已經拍拖了 我也是想問這個愛情故事 你那時候拍拖,不是八卦的,我想了解一下 有這麼好的前途 早餐不會說這些話 因為你知道女人,她的安全感很重要 那我又還未結婚,那時候你說拍拖 我只是聽剛才那部分,我也覺得這個不錯,有potential 即是有package 即是有能力,有利益,有製喻 怎樣都跟,怎樣都不能輸 那還未結婚的嘛,那你打算結婚才過去 還是到那邊結婚呢?還是帶她過去呢? 那時候我太太,那時候的女友是不會過去的 即使我是去過Fort Mac,然後回來 那她也是不會過去的,因為她會黏在家 那我都明白的 但我跟她是由中學已經認識的 即是Kilani,我讀high school 就grade 10已經跟她在一起 那一路就去到畢業了 那之後就跟她說是五年計劃的 五年後才回來找你 不是,我說五年後再回來 不是,五年後再回來 都不是的 男人是對的 很難說的 那邊這個承諾 收成證果才是最重要的 還有小鎮呢 可能會少一點 如果回香港就不用想了 小鎮也可能有很多美女 你明白嗎 可能有很多帥子 我去到我不是去 你去到就四年 你去到就四年 但我的意思是她這樣等你 多說一些關於她 如果比起一個普通女子 雖然我拍了很久 都知道你是什麼人 但始終 當然去香港就很遠 隔離省也要飛的 是,這個真的 變成我每三個月左右 就回來一次 但那時候為什麼會回來一次呢 我也是用公司錢回來的 因為我去到之後 我立即就去讀CMA 即是現在的 Straified Management Accountant 現在沒有了 所以就讀會計師 即是讀會計師的 標誌 每三個月 因為我是在這裡讀書的 我就跟我的團隊說 即是第二個團隊說 就說我要跟回CPABC的 那個課程去做 因為如果轉就很麻煩 所以她還可以 所以我每三個月就回來一次 因為她有一個 Gathering 即是要上課 要同一班 那每三個月就回來一次 那我因為讀書的關係 公司就給了錢 真的厲害 那你回來是多久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 即是一個星期 五六天 那我就 禮拜四 一下班就 駕車去機場 然後就上機 是不是 direct flight 是 direct flight 那時候 有一段 初頭沒有 然後就有了 哦 是 然後就有 然後就回來 每三個月一次 但我跟她說是 五年計劃 但無可否認是 沒得抗拒 那個offer是 你明白 因為那時候 雖然金融風暴 2010 即是之後 但是油價還不錯 那時候還沒落 即是尾班車 那 它又有 retention allowance 即是你簽三年 它就每年給你兩萬元 你一簽它馬上給你兩萬元 哦 是嗎 然後還有一個 relocation allowance relocation 那那個呢 relocation 就是說 你搬了些東西 它可以幫你弄完 嗯 你有號車 它幫你運上去 那我說不用了 截演 它有截演 自己買 八千 我一輛車 即是那輛車八千 不是 總之你截演 它就給你八千元 哦 OK 那我一個人 孤身掛人 這樣坐在一個車上 走 當然是拿八千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resettlement allowance 就是說把家檔搬過去 那它又給了一萬多元 那個簽兩年 所以加起來變成十萬了 還沒開波已經 對 先收一些Pedicash 有沒有可以claim的 就是報稅呢 不 全部都是收入 當然了 因為決定敢創業 當然收入 當然有錢我沒有錢 這些叫做第一筒金 不是不是不是 但是可以這樣比 在那一刻你覺得是很多的 可以這樣比 當年的大行會計師樓 給的new grad是三萬五 一年 一年 如果第一年已經去到十萬了 那時候 2010 那沒得抗拒 那我給了一份 offer我太太看 嘩 沒得 沒得什麼 怎樣 我們的將來就是這裡 對 類似的東西 很好的 我忘記怎樣說 這些是浪漫的故事 我們下一集再說 麥言凡 最主要問一問 就是 一直在那邊工作 這間公司這份工作 一直在工作 為什麼會突然重新設置 當中其實是我的位置不停轉的 所以就不停 因為大公司就很喜歡 每兩年 然後轉你去一個位 讓你學多點東西 但是都是圍繞著錢的東西 會計 或者分析 控制 成本控制之類 然後之後 為什麼會回來呢 其實一直都要回來的 五年計劃嘛 對 五年計劃 是renew的 我想說 二來一五 我們結婚 就是五年之後結婚 真的結婚 算你了 但是當時我當時花了很多錢 我第一次回來 然後就花了一筆 這部分公司沒有賺 不要說 應該是一封利是 回來後 花了一筆錢之後 發覺 花了很多錢 不是花了不少錢 然後就說要再存錢 所以我是特意回來結婚 然後再回來工作 但是我太太仍然都是在溫哥華 即是這五年裏面 大家都是距離 對呀 對呀 長一點 長一點 但是那石油公司行不行呢 其實她不知道 她其實以為我 她的太太在 不是 那五年其實我一直騙著 我的公司的人 因為有時候會出席 即是有些 即是 NL Diner 是的 NL Diner 或者有些活動 NL Diner Golf Barbakure 有很多這些東西 大公司 那經常都是我一枝空出席 噢 那麼巧她又回去了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如果她覺得你會離開 可能你的機會 晉升機會可能又差一點 所以我不會告訴她 我是會離開 雖然大家都可能 個個心底裡都會離開 一天 但是也不會那麼明顯 然後就變成一直都不知道 甚至乎大火那時候我離開 那她也不以為是我和太太離開 那為什麼會離開 到最後一刻 我初頭不知道什麼時候離開 但是怎麼都會有一天 因為她轉了CFO 開始石油價格低 我們就開始說要減成本 對 卡預算 卡預算 第一樣就是把我們這些 back office的人 從Fort Mac搬到Calgary 因為那裡直接就省了14% 但是為什麼大城市就會省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 對 有一個叫Uplift 在Base加14% 就會說 因為是一個小地方 就很不方便 要鼓勵你在那裡 所以放在14% 就是那15分鐘車程買菜 就已經跪了 對 整個生活都不同 對 就說14% 就直接減了 另外還有很多細節 不講得太清楚 於是我就說不去了 我看到這個機會就說不去 哦 不去的話 我立刻跟她說 不如給我一個套餐吧 給她肥雞餐 她說沒有 這個沒有這樣的肥雞餐 一直都沒有 然後她大公司是好的 她半年有一個叫Redeployment Program 就是說在其他公司裡面 其他地方找一些崗位 在Fort MacMurray的崗位 給我 其實有些位置都不錯 但是當然我也會配合 去見一下那些Manager 然後到最後就說 不太好 其實你心裡都是有一個Exit Plan 是的 因為我知道 當然她當然是說沒有 但是我想我死賴死 走的話 她也沒有我扶 那沒有你又不是特別 很鍾情於那個地方 一定要留下來 你的太太又不是在那裡 是的 其實都是一個完美的分手 現在就是說你辭職走 沒有錢 你給她炒有錢 那我當然是 給她炒 當然是 拿意外 當然了 拿了 所以就回來了B師山創業 那時候就是了 那時候就回來了 回來了 其實初初 一計劃有Re-Deployment的時候 我開始是找工作的 在這裏要她找 是 但也有進的 就是Big 4的那些 什麼consultant 那些 都過10萬 但是呢 就是剛剛到10萬 又不夠那條數 跟我那時候走的時候 那條數又差得很遠 因為我一直去加薪 然後就變成好像差了很遠 又開始有小孩 開始計劃有小孩 那就不太複雜了 那就決定為自己創業 非常好的一個引子 我們就說到這裏 那就知道創業路的正式開始了 那第二部份的時候 再跟Raymond說一下 他在這裏的創業生涯 多謝你 謝謝 好